因为逆施的兴奋剂跟政治摇头丸 对一个政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 所以我们必须说 现在要抓战犯 找战犯 战犯都在内部中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现在在找战犯 在抓战犯 我先讲国民党的战犯 现在国民党的战犯 一伙韩国瑜 一伙郭台铭 一伙马英九 他们都是外围的人 真正的战犯 反而是破坏蓝白河的金甫冲 破坏郭台铭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的黄建廷 这些内部的战犯 你不找拼命到外面找 韩国瑜不够利 寒流没有回归 等等那些 请问国民党的战犯那是谁吗 国民党的战犯就是侯友仪找了金甫冲 金甫冲就是小刀出鞘 到处乱砍 到处乱砍 影响士气 破坏蓝白河 我想请问 这个战犯你不走 你光讲马英九选前之夜 不应该讲那些话 郭台铭为什么不回来 你寒流为什么不归队 这个就是国民党的德性 从来都不知道检讨自己 天天去检讨别人 好战犯跟黄珊珊 黄珊珊是白赢的 需要你找吗 你现在所谓的蓝白河 那你不是在打朱立伦的耳光吗 蓝白河是朱立伦的政治任务 朱立伦自己讲了 第一阶段党内 第二阶段党外 第三阶段蓝白 是朱立伦自己讲的 结果那你找的战犯 都是寒流没有归位 马英九讲错话 郭台铭不回来 我们现在对郭台铭引狼入室 你既然引狼入室 那你选前 一脸讲了八字 郭董你回来吧 那你不是自打耳光吗 国民党的检讨 居然是这样 这个政党 干脆让他从地球消失好了 那你为什么不讲朱立伦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讲黄建廷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讲金府冲的问题 国民党的战犯就是这三个人 因为一切事情都是他们搞出来的 好 你检讨马英九 我现在告诉各位 金府冲还天天炮红马英九 叫马英九选权之业 不要来的就是金府冲 就是因为德国之音的专访 所以什么马金体制 我老早我就讲的 你马金体制 随着金府冲跳船之后 他跟马英九已经四不两立的 所以搞到今天这个地步 马英九都出面 戳河蓝白河 到了最后为什么蓝白战 那主张战的那个人是谁 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政治责任吗 金府冲 那黄建廷 好 把那个郭台铭说成不堪 朱立伦他也说 因为那你没有政党 那我不跟你政党协商 这些都是朱立伦跟黄建廷讲的 好 说我们引狼入市 不应该引那个郭台铭 那请问选前 侯友宜讲了八次 讲了七次 韩国瑜讲了四次 总共十九次叫郭台铭回来 他是战犯吗 他又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你凭什么说战犯 就是郭台铭是引狼入市 那再来 就是韩流归不归位的问题 韩流归不归位 跟韩国瑜完全无关 你们用韩国瑜列 不分区第一名 只不过想要赢而已 只是当你赢不了的时候 你就说别人没有归位 那我想请问 那你国民党基本盘 大幅度的萎缩 这是谁的责任 不是朱立伦的责任吗 所以要真要找战犯 不是这种找法 你先从里面找 你不要到外面去惹事生非 金府冲要不要负责 他有在败战的时候 出来说个一句话 我操盘错误 我道歉吗 向国民党支持者道歉吗 没有 小刀出销 今天检讨 明天检讨 你把自己同志都当成敌人 那请问那你怎么炒牌 你又破坏了蓝白河 那黄建廷不用说了 刚刚讲过了什么 隐狼入市 郭台铭 那朱立伦呢 这些是国民党的战犯 民众党有没有战犯 民众党当然有 黄珊珊 那个中立伦旁边人都对黄珊珊是恨之入骨 明明六项协议完了以后 但是我必须说 黄珊珊只是在维护柯文哲 他是民众党 他怎么可能去维护你国民党 跟黄珊珊没有关系 黄珊珊骗了柯文哲 柯文哲愿意上当 这个就是民众党的战犯 民众党两个战犯 一个就是柯文哲 一个就是黄珊珊 就在那边骗来骗去 那你不要弄那些什么 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说什么 战狼姐姐战狼妹妹 那些都没有决策权利 就是说不要推到他们那个身上去 真正关键就是黄珊珊 维护柯文哲已经过了头 这个就是促成蓝白 决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蓝银金甫冲 白银黄珊珊 他们现在都讲什么 国情不合 刺激了黄珊珊不 那一段历史大家统统经历过 我知道的非常的清楚 有人跟我讲的也是身泪俱下 但是我就必须要讲 我就必须要讲 现在败选的什么责任统统出来 统统出来从来不检讨自己 都是别人的错 我反正没有错 好 封关民调还有封关前封关后的民调 一公布以后 柯文哲脱了裤子 潮水退了 脱了裤子 不能当真嘛 现在民众党你要找就找这些人 还有一个秘书长周台族 是谁把周台族全部架空 选前之夜 他居然可以在那个竞选总部 白天在竞选总部 找朋友闲聊 可以闲聊两个小时的 一个秘书长 那你把他架空 那请问这个选举怎么选 好 那民进党 民进党现在在捧 潘孟安 在捧许立民 说他们在南部多厉害 我想请问一下 这次的责任谁要付 民进党 62席调到了51席 连任者 几乎在北部 都要失利 这个责任 民进党秘书长 许立民要不要负责 潘孟安为了 让赖清德登大会 就不惜牺牲自己同志 我想请问 他们是不是战犯 就是说这一次选举 各位去看 是我见过 民进党最丑陋的一次 51席里面 有三分之一次新潮流的 显然赖清德 他只照顾自己派系 牺牲英系 牺牲书系 牺牲其他系统 政国会系统 他在所不惜 一个人为了登大会 可以牺牲自己同志 一将功成万古哭 但是我必须要说 新潮流这种搞法 以后会给台湾带来 无穷灾难 我只照顾我自己的系统 我也只照顾 赖清德能 隆登大会 其他的 我在所不惜 其他的战将 拼死战场 我在所不惜 民进党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的残忍 然后还洋洋得意 许立民新潮流的 还洋洋得意 你看我南部都帮你守住了 潘梦然也讲 我屏东两席 我也拿了 这个就是新潮流的嘴脸 算不算战犯 你北部输的 你北部输得那么惨 习次掉了 十一席秘书长不请辞 这也难怪 这也难怪 为什么民进党 他会堕落到这种程度 为了赖清德 隆登大会 只培持自己系统的 难怪柯文哲说 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就是说 民进党的习次显得那么差 他还怪 蔡英文执政不力 民进党举党 只为你一个赖清德服务 而牺牲的地方的同志 这个是民进党最大的悲哀 就是说 只为一人服务的政党 就是民进党 所以我们在说要找战犯 不要到外面找 外面跟你没有关系 其实战犯全部都在内部 只不过这些人就 就喜欢放风 放话 马英九 马英九 这个国台名 这个韩国瑜 我想请问一下 金甫冲不要负任何的责任 黄建廷不要 朱立伦不要吗 柯文哲黄珊珊要不要 算不算战犯 许立民跟潘孟安 加上一个赖清德算不算战犯 这些才是真正的战犯 你有种的话 就检讨自己 不要天天去检讨别人 安慰自己 因为你吃的兴奋剂 跟政治摇头丸 对一个政党的发展 是极为不利 所以我们必须说 现在要抓战犯 找战犯 战犯都在内部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